让萧桐领剑笑了 侯爷客气了 在下今日来的目的 想必侯爷不会不知道吧 小女承蒙湛王后爱 是他的福气 客套的话就免了 湛王竟然舍得花这么多聘礼 值了 真是值了 唷 微臣何德何能 竟得湛王如此爱戴 日后湛王若有什么吩咐 臣定当竭尽全力 侯爷别高兴得太早了 在下来府上逐了送聘礼 还有另一个差事 萧统领请讲 如今叶小姐已经嫁入我们王府 从今日起 她便是湛王妃 聘礼在下已经给侯爷送过来了 敢问侯爷给咱们王妃的嫁妆 什么时候送过去 嫁 嫁妆 怎么 侯府嫁女 连嫁妆都没有吗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王妃娘娘此前不受太子爱她 侯府免去嫁妆没人追求 那就罢了 可如今娘娘进了我们湛王府 便是与咱们王爷平起平坐的存在 堂堂湛王妃出嫁 怎么连离一件嫁妆都没有 侯爷 你也是看不起湛王府吗 不不不不 瞧萧统领说的什么话呀 其实叶芷芸 不 王妃娘娘的嫁妆早就准备好了 只因出嫁时发生了许多事 没来得及送出去 这样 萧统领这样奔波 怕是累了 请萧统领先行回府 稍后本侯就把嫁妆送去湛王府 你看如何呀 如此甚好 只不过带侯爷把嫁妆送去湛王府 她也是日落黄昏 扰了王爷与王妃的好事 那我明日一早就把嫁妆送去 绝不耽误王爷与王妃 侯爷 您可要记住 叶小姐如今是湛王妃 嫁妆的牌面可不能小了 温波侯心里窝着火 可明面上却不得不应称她的话 一个废物而已 居然还要她出嫁妆 她究竟是吃了什么狗屎运 才得到了湛王的青睐 简直岂有此理 气死她了 她从前一直不待见这个女儿 如今她飞上枝头便凤凰 只怕日后不会轻易放过温波侯府 看来只能盼着太子 早些将静儿娶进太子府了 只要静儿成了太子妃 那未来就是大越国的皇后 她还怕区区一个湛王不成 来人 老爷 派人到太子府 便说大小姐伤情严重 急需召太医医治